大家好 我是青蛙 今天要來教大家 後期無敵的角色 艾莉絲 艾莉絲這隻角色是屬於功能型輔助 那功能型輔助的特點就是生板翠 但是他帶有極大的騷擾能力跟爭議能力 那我建議他的出裝都以減CD露妝為主 艾莉絲的優點就是進可攻 退可守 可以無腦風箏對手 缺點就是前期非常弱 然後生板很脆 且無法像薩尼一樣無腦探醜 艾莉絲的奧衣我會帶石金森 舞庇佑 舞精靈 跟石英勇 那其實很多人會問我為什麼不帶一顆暴怒 原因就是因為我臉很黑 不會暴擊 這套魔紋是艾莉絲最強的魔紋 是我的不常識教學 首先我會先帶綠色的 然後第二顆我會帶河道巡遊 為的是增加我們的魔力續航力 那第二個就是加速癒合 為的是增加我們的二技能的盾的效益值最大化 最後會帶上叢林遊俠 可以增加我們前期的對線能力 那最後下面藍色的我會帶強化恢復 也是一樣就是增加我們魔力續航力 最後一個也是帶黃色的魔法聰明 也是增加我們的魔力續航力 講了這麼多 因為艾莉絲這版本魔力續航力是非常低 所以很依靠魔玩去補足它的這個缺點 艾莉絲的出裝我會先出一個元素寶石 然後買銀遊之靴 銀遊之靴是為了撐我們前期的CD 那我會先買眼睛 眼睛的用意是增加我們前面探視野的能力 現在對面有洛里昂或是拉維爾的情況 我就會換成清新 那這時候我就會先買一個魔力小手鐲 為的就是把我們的CD撐滿 清新的10% 鞋子的15% 跟魔力手鐲的10% 加上英勇的6% 總共會撐滿40%以上 突破了CD上限 那這時候我就會撐上冰杖 那冰杖撐完我會去判斷說 對面有沒有吸血的角色 呂布或是斐淚還有海倫我就會換上拘魂 撲出來我就會把魔力手鐲賣掉 以免我們的卡裝的情況發生 撲完之後我就會買仙靈 最後就補上我們的白盾 那這就是愛麗絲最強的出裝了 其實拉維爾跟弱里昂都是屬於那種大控技能 所以他非常需要你解控來處理 魚人其實也可以啦 在有控制技能你都可以出清新 我會先帶治癒 帶治癒的用意是增加我們前面的小團能力 那假如說今天對面有像是伯盾或是阿塔 大招是可以直接限制你 那你這時候就需要帶上瞬移 來增加自己的自保能力 那今天對面有諾可西或是達爾西的情況 我就會帶清醒 確保自己的前期容錯率 如果沒有前期 那就沒有後期 所以我會盡一切手段去增加我的前期容錯率 我才能在後期大展身手 被動丟任一技能都會加自身跑速20% 你可以看你的屁股後面丟一個技能 後面就有個特效就是你有獲得加速效果 那一樣砸大招也會有加速效果 被動其實是可以疊加二技能的效果 你今天在逃跑的情況好了 你先開二技 然後再普攻 你可以獲得這個疊加的跑速 所以你會跑得非常快 反之就是你在追擊人的時候 你也可以運用這個技巧獲得跑速之後再做一個開戰 這就是愛麗絲被動的小技巧 愛麗絲的一招是有一個短暫的技能前搖 東西只要一命中就會造成陰炫 一技能的命中率 你一定要去系列場多練習 非常失你的技能手感 就像這樣 一直去系列場瘋狂打薩你 三個小細節 第一個小細節是 如果今天對方這個英雄是瑞克或是納克 他突然這樣近身 近身貼近你那你要怎麼防範 你一技要如何怎樣提高命中率 那大部分的人其實丟招都是這樣 會先拉出來然後瞄準 那其實你這樣反應就慢了 我建議如果遇到這種情況 你就直接用點的 因為其實你用滑的你需要瞄準時間 他還會有個技能前搖 所以對面就有兩個反應時間可以落跑 那直接用點了 對面只有一個反應時間能落跑 那他要是沒有低時間落跑的話 你就有可能可以這樣反控他 那第二個細節是 一開始你可以先丟一技能 OK加速然後往前繼續跑跑跑跑 到了二塔你的一技能又好 再繼續丟 繼續加跑速 這樣你可以比對面輔助還 先踩到草拳 那到這裡你的一技其實就好 你就可以先運對面輔助 然後普攻普攻普攻 對這樣你就可以獲得兵線的先手權 一招最重要的細節就是敵退我進的概念 重要的就是他的站位 因為你丟一招你一定要往前 你丟完一招一定要往後拉 要去拉站位 以免把自己逼到一個很危險的位置 那這時候就像這樣 敵退你就往後退暈 那如果敵方落跑了 你就可以往前去做追擊 愛麗絲的風箏精髓就是來自於你的站位 那二招其實就是相對來說的簡單 就是給友軍增加跑速嘛 範圍內都能增加20%跑速 什麼時間點施放 其實這你只要隊友在身邊就可以了 你要抓好這二距離 你只要在這個二距離的範圍內 你就可以直接拉上隊友 然後跑速做開戰 如果你抓不到這個距離 你可以先按著 我自己是習慣這樣按著 等到隊友走進來這範圍 我就會直接加速 然後做開戰 愛麗絲的大招就是 他會撒一個小池子 那你只要撒下去的第一秒 頭上就會亮出一個沉默 每0.5秒就會增加20%緩速 大招撒下去的第一秒是60%減速 如果你這時候出了冰障 那加上冰障就會有80%的緩速 所以對面基本上是完全不能動的 大招就是 概念就是這麼簡單 假如說這個補包是你的隊友好了 你就是他進到這個範圍 拉起來 然後大閃下去 配一招 這就是愛麗絲的基本接技 2113 我跟大家說一下 愛麗絲大招其實 還是有一個細節在 如何把暈眩時間拉到最滿 大招撒下去 在他過半秒的一瞬間再接暈 這個就是吸吸炫最久的時間 也就是暈眩最大化 那假如說你今天開戰你是這樣 2技能 3然後同時丟 那他的CD時間就不能維持到很久 盡量等到大招過一段時間再接1 你就可以把那個吸吸時間接得最滿 愛麗絲還有一種接技是2113 我方愛麗絲是躲在他們的藍旁草旁邊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看 博盾是走進來了 那這時候 我第一時間就是我所說的嘛 2技能加速 那我不會瞬間砸大招 我會先砸一招 因為第一時間我的隊友已經確定是包圍他 他絕對是走不出去了 所以這時候我不會亂砸我的大招 我會把我的站位 引得比較虛錢 然後等到對面這邊 右邊的 輸出位靠前之後 我就會把大招 砸在輸出位身上 然後這時候就會發生兩個戰場 一個是博盾這邊 然後另一邊是敵方這邊 敵方這邊會被切兩個戰場 就是 就是博盾在原地不能動 然後敵方後排又不能救自己的隊友 那這時候我們的工作就是很簡單 就是將前排收掉後續 再去收這些軟皮 軟皮的就OK了 這就是簡單的切割戰場 要用到這套接技 基本上你一定要有一定的體質 我建議這種玩法會在後期比較適用 那我們可以再重看一遍 這邊就是我們大招下在他們的後排身上 然後博盾先死嘛 我們一樣慢慢的追擊 去把剩下的人頭收掉 對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就直接移進到底 這邊就是二技能加速 先暈博盾 然後暈完之後 先輸出博盾之後 對面後排靠近 大招直接砸他們後排 之後他們後排全部命中之後 我們就慢慢追 先把前排收掉 然後後收後排 這個就是二一 然後等一下三招的接技技巧 接技你只要能靈活運用這兩套 相信你的愛麗絲也能變得很強 只是要小心第二套接技 一定需要一定的坦度 然後跟你的判斷才能運用出來 否則你只會被人家打成沙包 現在要來教大家前期的愛麗絲要怎麼玩 開始遊戲前我會先去判斷我方陣容跟敵方陣容 我們中斧是比對面的手還長 所以我一等會比較傾向於去靠中斧去打出優勢 那這時候一定會有人問那射手怎麼辦 通常啊 輸打此然之 通常是輸是會贏線 只要我在中斧對位的情況下沒有人跑上去 輸基本上都會贏 除非今天 輸真的是被打得很長 或是對面中斧上去了 我才會提前去幫幫他解線或是幫忙 那假如說今天我中斧對線是贏的 我也確保對面中斧不會上去 那我中斧吃完 我一定是去跟打野做西經驗 因為我前期就是完全沒用 我一定要上市 然後跟經濟 有一定的經濟出來我才能做事 所以我們前期的重點就是 我們一等要怎麼去打出優勢 然後去把視野踩出來 然後等上兩等了之後 我們要怎麼去把自己的經驗最大化 那最後就是要怎麼去跟著誰連動 對我們前面就是照著這三個思維去做判斷 先來中斧對位 先來搶二 那這邊他們丟了一個勾 那夸克其實丟了一個勾 他前期吸低需要8秒 所以我們可以向前普攻一下 那這邊我是不想被拉茲拆掉第二拳 所以我躲在兵後面 那拉茲這邊失誤了 往前 所以我們就直接普攻 普攻普攻 一直A他一直A他 然後這邊就是確定了 我們對線是贏 線也清完 那這時候 這邊中斧不會上去了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是趕快去跟打野做西經驗的動作 那一樣我們立安就是幫幫忙盯著中斧 所以我們輸上面是完全沒有危險的 那一樣我們就可以安心的跟著打野去做發育 跑到中路繼續做西經驗 然後看有沒有敵方拘險就 就用E技去暈他 然後普攻普攻去做換血 這邊其實藍多來清中兵 然後看到底下有個藍buff 就代表對面是刷上去了 那我第一時間沒有去上面的原因是 因為其實我上去了沒啥用 跟輸在那一條線上 我也是被打野白點 所以我寧願跟著打野一起吸 然後順便去保護打野的野區 以免他被亂 然後這邊夸克就被逼個順 那我們前期就是非常的順利 視野全都是在我們身上 然後這邊中斧我一定是馬上靠下 靠下看能不能吸個助攻 因為我們真的非常吃得發育 我們還沒試等就零用處 只能去跟著我們的隊友去吸著經驗 然後穩固自己的發育 那這邊我就是call隊友來吃凱撒 因為上面上去已經來不及了 其實愛迪斯前期 只要不要出事 那你就是在做事了 你不要想著一定要殺人才是做事 不要出事到後期絕對是無敵的 前面都是以固定打消耗 然後暈他 然後慢慢的看視野 然後你們可以注意看我這一把 我只要往前丟一技 我會瞬間拉站位 不會讓我的站位非常趨錢 那一樣就是繼續跟著打野 覺得中路可以嘗試打一波 所以我大招都會先拉著 然後這邊看到有人就是一樣 你看我就丟一技 然後往後走 等對方已經沒有控制我的技能 我才會向前 那這邊我們已經點到敵方人頭 就是可以做騷擾 就一樣你看遠距離丟招 然後拉好站位慢慢poke 繼續拖住對面前面的節奏 裝備基本上都出來了 就是解控裝啊 然後大招那些都有了 所以前面已經算是度過前期了 小前期了 這邊準備開始可以碰撞 因為愛麗絲只要上了4等或5等 他大招還是非常強的 那熊貓一走上來 這時候我沒有二技 所以我大招先拉著 先大撒下去 2 然後3 1 但是我的一招有點嚇慢了 因為我想要同時運兩隻太擔心了 但沒關係我們利用了多打掃 然後成功打出了一個擊殺 玩輔助前一定要先觀察我方陣容 跟敵方陣容 然後去判斷 可以去哪裡做出最多的事 跟著比較有EE的人去打出破口 你才不會站在線上掛機 然後愛麗絲的中期打法就是以 4E抱團為主 然後我們直接進遊戲畫面 這邊我們就是做了4人集結 準備押中塔嘛 那押中塔你們也可以用大招去做一個卡位 然後成功拔掉中塔 那這邊斐淚衝出來送頭 我們就 就收掉他 他也不知道在幹嘛 一樣你們可以注意看 我玩愛麗絲 我都是處於一個很安全的位置 就是丟完一技能絕對是往後拉 我絕對不會往前 一樣保持著敵境我退 我退敵境的概念 愛麗絲其實要再去做龍的物件的時候 不用去採草 你只要站在側面慢慢丟技能就可以了 因為敵方衝進來你很容易被灌死 然後你的隊友也跟不到 我會推薦愛麗絲最好是跟著隊友 隔著兩個人身的距離 幫他們看視野就可以了 就是站在這個位置 你看我可以看到左邊 然後也可以看到右邊 只要看到稍微一點點視野就OK了 然後不要踩得過身 那一樣我們就是這邊 你看他們人要過來 我就慢慢丟垃圾技能 然後一樣靠著隊友 對 千萬不要自己一個人往前 這邊這個會戰就是我們所說的 愛麗絲中期又坦裝的2113 有沒有 那個夸克向前我們大招雜後面 把戰場形成兩邊 那這邊後排就被炸殘了嘛 然後夸克也被留下來一樣 先收前排後收後排的一個概念 這套接技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坦度 跟一定的精進你才能這樣做 你要把大招扣著 然後EG往前其實去掉對面出來 你就是一定要先吃一點傷害 等對面想要來灌死你的時候 瞬間打出大招 形成一個完美的反開 這就是中期的打法 現在來到愛麗絲成莊的後期玩法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準備來做物件站 那物件站一樣就是卡在這個位置 慢慢去做丟招 其實我是不想卡這個口 是因為熊貓他們硬開了台上 所以我逼的我一定要在這邊 去卡住這個口 不讓他們進來 那這邊就是熊貓被開到了嘛 那我們第一時間就是解控 然後一樣我丟招 丟完一招都是往後拉 不會保持在前面的站位 我們就是要繼續風箏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技能吸低都還沒好 利用我們的加速效果往後拉等技能 去poke他們 然後這邊其實我們會戰其實是算贏的 因為對面死了一個 但是我們狀態很差 目前只有三個 這邊我換上了第二個解控 換上第二個解控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 對面其實還有拉茲跟兔子的控場 如果你想要打這波團戰 拉茲突然一個大閃我們的輸出位 那我們這波團戰有可能爆開 所以以防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我就把第一個輔助裝賣了 換成藍色的清新 來增加我們的會戰容錯率 我們這邊看到了凱撒還有半血 他們是扛著凱撒的狀態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一定要過去跟他們打 往前繼續往前 第一時間我看到肥淚 但是我不會去理他 為什麼 因為他打不死我們 要做到一個最大的控場效果 一定是大招來 砸在那個輸出位 拉茲跟那個兔子的中間 才可以讓我們的隊友很舒服的 進去凱撒池做一個搶龍的動作 一樣就是切割戰場 這邊一樣 我大招撒下去 那一樣 戰場已經被形成成兩邊了 對面 藍鐸 剩一個藍鐸在凱撒池裡面 然後快死了 然後他的隊友是完全無法支援 因為那個口已經被我們卡住了 順利的爭奪掉凱撒 然後這邊 這邊兔子準備要標到我們的輸了 這就是我們換上第二個解控的原因 OK他被標到 那第一時間他不能輸出 也有可能會被那個蘭鐸反殺 所以還好我們這邊有個解控 直接瞬間清新 然後讓他可以反打 一樣這邊就是丟一招慢慢拉打 等我們的大招 繼續poke 繼續poke 繼續風箏 然後這邊我們一定是可以追到蘭鐸 因為我們後期加速的速度是很快 大招撒下去 預判他OK沒有預判到 但沒關係 我們這波大招撒得非常漂亮 所以我們這波龍戰細節全部都是做得非常滿 這就是愛麗絲後期的大招玩法 我們總結一下愛麗絲的大招運用 第一套接技231 231是屬於用在前期 就是你要利用多打掃或是集火 一位敵方英雄你才會運用的 那第二套接技231 它是屬於那種中後期 你裝備成型出來的玩法 因為你坦中一出來 你可以二技能先做暈眩敵方前排 因為你有一定的坦度 所以你往前基本上是不會死 那敵方這時候被你調進來之後 他準備集火你 你就直接大招撒下去他們的後排 這樣他們的後排跟前排就是同時被我們留住了 這就是愛麗絲第二套的運用 簡單來說 其實第二套就是非常難 非常吃你的經驗跟判斷 基本上你要玩好愛麗絲 你用第一套玩到底也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第二套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學啦 我就教到這裡了 這次愛麗絲的教學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如果覺得我這次教得不錯 可以來我的直播間來找我 那喜歡這支影片可以在下方 幫我訂閱加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啦掰掰 拜託